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在路受关于曾老师同学会 那今天这大盘 美国大碟 然后呢 这个周选择权的结算 所以做个压低的动作 本来早盘有试图想要往上拉 但是因为亚洲股市也不好 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等一下 这个要怎么弄呢 OK 好 你看到日本今天 破下来 今天日本来说呢 破下来 本来也是想要拉上去 但是也拉不上去 也被外资打了下来 那再来韩国股市呢 也是同样 韩国股市 虽然说 有收小红K 他早上本来是翻红的 韩国股市早上本来是翻红 大家气势起来 但是又被压了下来 又被压了下来 但是也还好啦 因为你看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 最近做个降准的动作 所以他就撑在这边 你看大陆股市很有趣 美国股市涨的时候 他不想涨 美国股市跌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撑盘 那所以大陆就是比较人质 所以为什么说你说合一 就是忍耐一下 说不定这几天就给你过 也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没办法 因为大陆 那任何事都能发生 他们要控盘也是一样 让它涨就让它涨 让它跌就让它跌 你也没办法 但是你看如果说 整体的国际趋势 那当然 比较重要的就是看Nested 这波Nested是最弱的 Nested是最弱的 那这边是年线 Nested昨天打到年线 那线型是不好看 你整个线型来说 本来多头的 被联准会全部都打下来 这个FED那些人也是满厉害的 每个都争相的说 我们要升息打击通膨 你讲实在话 你说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 应该是只有少数的企业 比较好而已 大部分的产业有些 对不对 根本就很惨 你说观光业啦 餐饮业啦 对不对 那些应该都很惨吧 甚至有些传统产业也不好 你 他们就是为了 对不对 交出一个数据嘛 所以你说 政府官员 永远都是只看数据的 台湾也如此嘛 台湾你说指数上18000点 看起来很好 其实大部分都是台积电拉的 对吧 大部分都是TSMC在拉 这次能过18034也是TSMC 对不对 很多股票还躺在地板上 所以其实你说看数据那些 我觉得都是假啦 都是假啦 而且都太表面了 那没办法啦 政府官员就是为了作秀嘛 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的官位嘛 所以你说这次 美国升息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会啦 但是你说真的 升息有这么恐怖吗 其实你想想看嘛 昨天公在殖利率来到1.8吧 1.8多吧 那你突破2好了啦 对不对 但是你殖利率2% 说实在的你说好 譬如说2317的鸿海 现在100块 一年配你4块钱 我也赢你啊 对不对 鸿海会不会再涨 会吧 有机会吧 MIH 是不是有机会 有吧 对不对 你看他去年营收也大成长 又创下历史新高 你看苹果慢慢的把一些业务 丢给什么力讯 对不对 但是你说鸿海人家还是很厉害啊 你说 当然你说像台积电这种公司 理论上它的殖利率本来就低嘛 这个殖利率低啊 那它就是一个产业的地位 没办法 它可以做人家做不到的 那你说啦 未来的高阶的晶片 什么元宇宙啦 什么HPC啦 等等的 都还是要用到它的晶片 要把你元宇宙怎么弄 就像说联发科 联发科跟你讲 我要发展6G啦 6G它可能就是 现在我们大部分都看的 都是视觉的东西 你说5G的对不对 传输多快多快 大部分都还是在看影片嘛 打电动用嘛 那大部分都是刺激你眼球嘛 但是联发科说我要做6G了 6G要干嘛 6G它可以让你可以 可能会感受到触觉 就像你戴个VR眼镜 对不对 你虽然说身力其境好像感觉 但是你没有触觉啊 对不对 你现在看V 你去玩VR的游戏 或者去VR的什么体验 当然你会觉得好像 身力其境 有一点模拟 逆针的感觉 但是你没有触觉 那联发科要做6G 接下来为什么 他说我有触觉 那你要有触觉的感觉 你的晶片的运算能力 要不要更强 好像要更强 你的计算能力要更强吧 对不对 你没有更强 你怎么去算出那种触觉的感觉出来 就像我读机械的嘛 我说我们科科都是力嘛 历历皆辛苦 为什么科科都是力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 譬如说材料 材料也有力学 这个材料受多少力 然后它会产生什么变化 会有什么反作用力 你也都是用数学去把它模拟出来 用高等的工程数学 不是微积分 微积分是更低的 我们学的是高等的工程数学 那个我现在都忘了 都还给老师了 什么拉普拉斯转换 那个很难懂 那个我跟你讲 那个以前读得很痛苦 对不对 就是用数学的程式把它 把这些东西模拟出来 就像热力学也是一样嘛 你冷气要多大的一个 对不对 这很简单 比如说很简单 就是这个房间十平 你要装多大的冷气 你的热交换要怎么做 对不对 要如何控制它的温度 热交换怎么计算 这也都是用数学 所以你说到了更高阶的晶片 你说计算能力要不要更强 我觉得要更强 所以你说这个不归路 台积电这个不归路 所以为什么它一直 不断的投资那么多 那它要领先Intel 领先三星 所以我跟你讲说 为什么说台积电 就算被外资耍来耍去 但是这些东西 它的供应链 是百分之百确定会好的 股价在低档 它就是你的机会 我不会因为跌 我不会就不去讲 我只告诉你现在利多没有发酵 但是我觉得它就像七十几块的中砂 中砂对不对 最近盘不好它还有一百多块 我那时候也是八十块告诉你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你要知道 现在的盘就是大家不想玩 因为要过年了 你对大的阻力来讲 对有钱人来讲 这些阻力 他们有些可能就休息了 或者说它也是观望一点 小玩一点而已 那对外资来讲 外资反正就是追高杀低 对吧 它有时候它要控盘 它要靠衍生性金融商品来赚钱 就像你说外资买台积电 其实他们在国外玩得更大 他们在国外是玩什么 玩衍生性的商品 什么交换债 什么选择权 一大堆的 所以你说台积电 有时候 对不对 这个什么大小模 对不对 为什么这边都要跟你看空 这边都要跟你看空 500多块要看空 说实在他们也应该要懂台积电很好 但是为什么他们有时候发的报告 都是在低档区发报告 为什么 就他们在国外还有别的套利的东西 他们会乱搞 但是我想 我一直告诉你 你就是买最好的产业 尤其好的公司 碰到倒霉事的时候 对不对 500多块台积电 我都鼓励你 这边都绝对会涨 去年一整年没有动 600多块 610 620 对不对 很多人哀哀叫 600块 你说你就买了 你就放着 679一定过 就过了 但是你说台积电来到700块 我会叫你慢慢卖 我说实在的 因为台积电涨到700多 他上去的肉就少了 我也不会像别的老师一样 台积电赚一点点 又跳到桌子上面 又讲得很厉害 什么人都有 我觉得头顾业 什么人都有 有些人就专门追强势谷的 涨了他就有 跌了他就忘记了 但是我想 我给各位的产业 给各位的公司 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还有肉 利多可能都还没见爆 大部分人也不知道 对不对 他好在哪里 那再来就是你要爆发力很强的 就像说你说 对不对 今天的新闻好了 今天的最新的产业的讯息 同样的 什么做美股 做美股 做港股 做什么期货的 不关我的事 我没有带人家做这个国外的东西 自己要小心一点 LINE AT是真的 我本人亲自回复 电话也是真的 TG可能比较有假的 Telegram比较有假的 LINE AT是真的 因为发讯息要钱 所以诈骗集团不可能会 发那么多讯息 花那么多钱 好不好 那再来 比较新的就是台积电 上修资本支出 南韩业界三星炸神 本来韩国呢 从去年开始又我要努力 我们三星要打败台积电 加油 我们要投资钱 把那个李在龙 他们的三星的少主 对不对 李在龙把他放出来了 赶快去跟美国谈判 那我们赶快 我们来做半导体 对不对 但是呢 结果台积电的法说 将了三星一军 我又超车你了 蓝色的是台积电 红色的是三星 那这个橘色是英特尔 英特尔就是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英特尔技术能力是很强的 你不要小看英特尔 英特尔的技术能力很强 只是说他的良力常出包而已 所以 为什么这次台积电 涨那么凶 为什么这次台积电 涨那么凶 就是 第一个我资本支出 还是赢你嘛 对不对 第二个我的技术还是赢你嘛 你要追 不好意思 你再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不归路啦 对不对 这个几百亿美金 一年都是上兆在支出 四百亿美金 四百亿美金多少 一兆台币 你一般的企业哪有这些钱 对不对 就算你花了这么多钱 你能不能够赚回来 不要以为设备买了就没事 对不对 设备买了那个折旧 那个摊提 那个维护 不要说良率啦 光是折旧摊提维护 你就哭了 对吧 如果没有客户 你就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说台积电 一直看台积电就是对的 你不要给我看联电 联电虽然应该会反弹 但是 反弹我还是劝你卖啦 好不好 格局要大一点 做股票不要像阿炮老师 每次又追到高档 高档完了就跌了 跌了又不敢讲 如果你喜欢那种节目 对不对 你觉得好看你就去吧 可能很多股票你要洗很久很久的晚 还是要买最强的公司 盘不好 其实最强的 他终究还是会给你公道 对不对 那再来你说 好久没讲第三代了 今天有一个新闻 我觉得蛮重要的 更高的更高功率的模组 更高功率的汽车 这个不是Tesla 这叫什么 这个叫做Lucy 这家公司叫Lucy Motors 它是Tesla Tesla中的法拉利 Tesla中的法拉利 它是高级的品牌 它是用比较高 高电压的 然后它的续航力更强 所以当然SIC 这绝对也是主流 只不过前阵子看了也长太多 我一直叫你不要追 所以最近跌很惨 对不对 但是有些下来其实还是可以减 有些下来是可以减 当然我觉得中美金集团 洪杰科 像如果蓬城再跌下一点 还是不错的 环球金再跌下一点都不错 所以第三代半导体没死 甚至你看Rome Rome 日本的Rome 它去年真的不错 都大成长 那Rome跟Wolfspeed 现在叫Wolfspeed 都是一个怎么讲 算是龙头的领导的厂商 代表说这个趋势没有改变 未来你要高续航力的 你要更高阶的电动车 当然你还是SIC 还是SIC 那当然 逻辑的半导体 那就是找台积电 其他人你就不用想了 你要找联电吗 对不对 你要找Global Foundation吗 你要找中芯吗 不可能 所以你说台积电相关的还是好 精彩 你说创意应该也是OK 钱真的涨太多最近回来 艾浦这些 因为你说什么元宇宙 你没有这些高阶的晶片 你怎么用 我问你 对不对 不要去乱追红达电 都被修理 又嫌元宇宙不好 不能这样乱搞 那封装嘛 你说精彩 这个都是未来的趋势 虽然股票没有涨 但是我还是 有义务告诉你未来的趋势 我不希望你去追高杀低 因为现在这个盘本来就没有量 你要拉起来是很简单 对不对 你就让融资让没有信心的慢慢退 不想报股过年的就 拜拜 拜拜 就回家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这个卖压越来越轻 越来越轻 等到 对不对 可能过年前哪一天突然就拉起来 或者最晚过年后 最晚过年后嘛 对不对 就用喷了嘛 不可能不涨 就像台积电嘛 那时候 对不对 每个啊啊叫啊叫啊叫 六百块啊啊叫 五百多啊啊叫 都在骂台积电 对不对 那时候买六七九的天天骂 我说有什么好骂 你要怪自己买六七九 那时候叫你不要买 对不对 但是我说台积电六七九会过 你看就过去了 但是你说来到七百块 我会叫你慢慢卖 因为我觉得 因为它是外资控盘的啦 就算是肉比较少 对不对 你不如买金材 泰森 对不对 甚至你说要拼艾谱 我觉得都很有机会 那这就是产业的一个 未来的走向 就像你说鸿海 对不对 不是不动而已 那动也是会很凶的 鸿海相关的也会很凶 所以这个东西 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就是怎么讲 也不要去追高杀低 我就不要去追高杀低 就像说你说今天合一嘛 对不对 如果你聪明一点 你应该看得懂 今天他要搞什么 那天平盘越挂越多 成家量那么小 今天平盘怎么有人在挂这么多鸭子 说实在 如果今天我想把它冲过去 我冲得过去 我冲得过去 我代会员一定冲得过去 但是我也不想冲 为什么 我就想要看说 就像没有信心的 你赶快卖嘛 你现在就先让筹码更轻一点 对不对 这东西大陆的药证 没什么利空 哪有什么利空 公司也告诉你 不需要补件 程序都完成 就是等待 那是过年前还是过年后呢 对不对 那大家都希望嘛 过年前拿到最好 好过年嘛 对吧 但是这个都是 中国大陆当局决定的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也不是合一他们能决定 他们是在努力 他们是在努力 你看这个盘就是 有人就 有些可能是有人挂假单 那有些也可能是 就不想玩了 想说平盘卖一卖也好 所以这边就是有人 就有这个大单在这边嘛 但是也不算大啦 才140张而已 想难听的也要冲过去怎么 会很难吗 不会啦 但是我想我也是静观其变 今天就静观其变 要卖的就让他卖一卖 要空的就让你们去空一空 对不对 哪一天又不要被嘎到哀哀叫 不要像这边又被嘎到哀哀叫 你说他利多结束了吗 没有啊 对不对 大陆药症 大陆药症是不简单的东西 我想你光是糖尿病足 在大陆就多少人 几千万人吧 是不是 这几千万人 那当然是很大的机会 你要去谈授权经就好谈了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股票是这样啦 当不好的时候 当不好做的时候 你要学会的就是忍耐 忍耐 有时候你大军出来 对不对 不是每一次都看到人 就要去跟他打 有机会 胜率很高我们就去打 胜率不高的时候我们先忍耐 暗兵不动 暗兵不动 对不对 先看敌人怎么玩嘛 先看放空的你们怎么玩 先看没信心的怎么玩 酸民就让他酸嘛 对不对 酸民就是最好的一个反指标 我常常觉得酸民都是反指标嘛 就像你说 航运股就是这样嘛 反指标那时候我在说 卖长荣 卖阳民 对不对 酸民就来骂我 对不对 他们都all in 崩盘下来了 对不对 崩盘下来了 酸民都不见蛋了 来到这边都没有酸民了 酸民都不见蛋 都不会留言了啦 为什么他们都死光光了 对不对都死光光了 但是我最近我说 这边有人买了 要反弹 弹到这边 我说我调节一些 对不对 酸民又出来 哎哟 主力不认识你 对不对 关我什么事 对不对 我那么多朋友 对不对 那么多朋友 对不对 我当然知道这些大户想什么 对不对 卖了 真的就跌下来 跌下来我说 也没死啦 还是有人看好 谈到这边 我觉得谈够了 我就叫他们全卖 手中有自己买的 航运股就叫他们全卖 为什么 我不想贪这一段 但是你说最近 最近跌 其实也还好啦 他有点这样 今天量是比较大一点 但是今天因为是 那个州选择权结酸 也还是有点失真 但是他这样跌理论上 有点顿化的 KD都在低档区 他要拉也是不难 你看万海 万海就很弱 他想最弱万海 万海又要 又要来到前波的一个低档区 前波的低点 那明天这个就很重要 这个破了 如果这个破了 接下来怎么走 就很重要 你有航运股 还是你要 真的要做比较好 但是我也希望他不要破了 我说实在的 理论上你要拉也是不难 所以这边关键 这边都关键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对航运股 我就很害怕 你有没有常听到我讲这句话 真的我对航运股 会很害怕 因为你长线来讲 这个一定是破的 几百年难得的好获利 接下来的获利 就不会那么好 对不对 你说台积电本益比虽然高 但是他未来获利还是会成长 今年比去年成长 明年又比去年 他如果3奈米出来了 又会比今年成长 这个就是至少你套一套 他还是会上去 对不对 你说这个 这个利多就还没出来 当然 接下来如果大单进来了 用飞的好不好 是不是 你说这个呢 这个利多出进了没有 没有啊 对不对 但是你说像这种的 真的像这种的 真的 长线这边不是低点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所以他要怎么走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要在这边全部叫 叫人家有航运股的都要卖掉 就是这样嘛 难得有反弹 对不对 真的难得有反弹 真的我宁愿不要贪这一小段 但是你说来到这边要卖吗 我觉得也不必要 也是要观察一下 说实在 虽然说很弱 有航运股的还是很多 所以 我为什么跟你讲 真的不要听那些阿炮老师的话 有些人就说 这边必过 过个头啊 真的不要想那么多了啦 我跟你讲 能够再反弹高一点 来到这边 来到这边都不错了 所以你航运股真的要小心 好不好 那这没办法啦 这是产业的问题 我常讲你要买最好的 你要买 要不然就是买便宜的 便宜到 对不对 真的出现转机的时候 好 你就买到 对不对 你说像这个立凯 真的便宜到 对不对 便宜到你就买到 对不对 这个以前烂到爆好不好 对不对 你说除能 你说像这个盛达便不便宜 便宜啊 真的便宜啊 这个有没有机会 有啊 你说加零呢 这些便宜啊 这未来光达系统还是会成长 对不对 你要不然就是买很强的 要不然就是买很便宜的 要不然就是买很便宜的 但是产业是在成长 是在高成长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要去买那种不上不下的 驱动IC 什么MOSPHET MCU DRAM模组 真的啦 那些到现在我都觉得不上不下 他有可能在下来杀 杀得很深 杀得很深你又哀哀叫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说你说真的你买股票 就像你说长华也是一样嘛 为什么当初要选长华 他就是便宜嘛 对不对 你像今天长科就好消息出来 对不对 所以真的啦 你选股票 真的还是不要说太贪那种很强 有时候强的你追不到啦 你也不敢买多啦 等到你买多的崩下来了 你又倒霉了 对不对 你套了一屁股 对不对 三五四五 怎么办 你的老师不讲啦 对不对 买在这边的不讲了嘛 对不对 2409呢 买在这边的也都不讲啦 是不是 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真的你要 要不然就显很便宜的 要不然就显很强的 尤其是今年这个升息年 当然 股市的震荡应该是会蛮大的 那你操作还是要比较谨慎 还是要比较谨慎 那当然 这边的操作难度很高 但是我不希望你最高杀低啦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都欢迎来电 这边就是把股票调整好 等待过年 等待好的行情起来 好不好 那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欢迎你来电 那当然要加入合一均环的 欢迎你跟着我们一起 利多没出境 不要害怕 好好的加油 拜拜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等待会儿 等待会儿 订阅 转发 推荐